現在要看黃色小鴨 不用跑到桃園新屋 在北海岸就可以看到 因應最近的小鴨熱潮 萬里區有一家溫泉業者 就把充氣小鴨放置在大廳門口 歡迎客人 而業者表示 小鴨在十月中亮相 最近不到兩個月 就吸引不少顧客前往拍照 小鴨療癒又可愛的模樣 在短短的一個多月 就讓業績提升了近兩成 今年的黃色小鴨 是這麼熱賣 大家這麼瘋狂 所以我們引進了 最新流行的黃色小鴨 業績成長了差不多有兩到三成 有些人特地來 那有些人看了之後 他回去的時候 回去的時候告訴他的親朋好友 那他們就帶他們的朋友 帶他們的小孩子每天都來 那飛彈的黃色小鴨 我們還引進了太陽的黃色小鴨 那給我們的金山來泡湯的客人 有一個地方有留戀可以欣賞的地方 那金山很多人也都特地來 來看我們這一隻小鴨 所以看小鴨不用再跑到高雄 不用再跑到中壢桃園 到我們金山這邊就有了黃色小鴨 最近又剛好碰上溫泉美食嘉年華的活動 業者看準了小鴨的商機 預計近期將推出一系列的相關活動 更結合太陽能科技 製作了會在水上游動的太陽能小鴨 以及小鴨鑰匙圈 要送給喜愛小鴨的顧客 很棒 怎麼說 因為不用跑到桃園去看小鴨 還滿親近的 那會因為小鴨來這邊消費嗎 會 會 那等一下總之間會跟他拍照嗎 會 跟那個 跟桃園那隻小鴨滿像的 那有沒有覺得是 不用跑到台北以外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小鴨 覺得很方便 小孩子應該會很開心 小鴨的魅力 不論是大人小孩都無法抗拒 實際的來到現場 有不少顧客都是慕名而來 表示雖然這隻小鴨比桃園的小 但是可愛的程度卻一點也不遜色 更表示不用離開台北 就可以看到黃色小鴨真的很方便 最近計劃要到北海岸泡湯的遊客 千萬不要錯過 與小鴨合照留念的難得機會 接著許端逸 料品函萬里採訪報導